等等等等 等一下 他们说在日本出了烧鸟 奢丝天赋罗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寻思也不是这样 总而言之 今天就是又到了一个 反正不会是吃烧鸟的日子 今天我们绝对不会吃任何的日料 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 在东京很有人气的德菜馆子 德国菜 第一个想到的吃什么 脆皮猪肘 今天这只猪肯定是逃不掉的 吃肉不长胖 我们开始吧 不管是店里的氛围 还是这个菜单 已经有点那个味儿了 既然是一个成人局 我们是不是要来一点 这个德国特产 小鸟福特家 德国不就是被它干掉的吗 骗子我喝不来 好了第一个菜 煮的轻口杯 范茄一口汤 这个汤喝起来很鲜的同时 还有一点微辣 有点像在乐山喝的 那个翘角牛肉汤的味道 只不过它是海鲜版的 轻口的肉还是挺有弹性 打开都是爱你的形状 德菜里面的头拍 肯定是香肠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盘有多长 第一盘是番茄土豆味 怎么那么像美式快餐 它这个吃着会有一个 很明显的烟熏味 但是它又盖不住 那个肉汁的那个味道 里面香肠的肉很扎实 一口下去肉感十足 还有点黑胡椒的味道 旁边的脆皮土豆 一定要蘸那个 孜然番茄酱 又甜又像烧烤的味道 这边建议轻想象一下 羊肉串蘸番茄的味道 有一点上头 不太确定再吃一口 这种是真的比 鸣蛋的日料好 吃太多了 这个后切培根我狂喜欢 它下面配的是酸菜 而且那个培根是后切 很紧实 有点韧性 有点弹性的那种 肥瘦相间 但是一点都不厚咸 培根的油脂 配上微微饭酸 又带一点咸味的酸菜 就真的太美好了 酸菜就是完美的 在给培根解腻 这一盘赖泥是 芝士培根土豆泥 第一口吃进去 还挺大满足的 那种奶 像再加上黄油独特的香气 不过是不是 德国土豆泥 都不会那么细腻 它那个坨坨感非常明显 甚至有点像云丹的 那个老奶洋芋 这个墨西哥辣酱 你们谁吃过 它特别像加农满的 泡椒凤爪水 我们用它来试一下 这盘新的香肠 这一根是带辣味的 德国烟熏香肠 只不过它里面的肉汁 也是加上刚才那个辣汁 就吃起来很酸爽 这也太恐怖了 这个玩意儿 一下就能冲到天临盖 德国的进入 油炸版的浓缩泡椒汁 这个酸菜肠很特别 它里面有很浓的蒜香味 酸菜加蒜香加烟熏 重口味香肠我的爱 这个看起来最无害的白香肠 里面加的应该是洋葱和欧芹 比其他香肠吃起来口感更嫩 猪菜口味的香肠 真的发现德国人吃香肠 还是挺有一套 这么多种味道差别还不小 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菜 德国脆皮猪肘 我今天就是为他而来的 他一人份的份的 就真的很大 里面配了一坨土豆泥 还一坨德国酸菜 先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猪肘 果然脆皮猪肘 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肥而不腻 感觉外层的油都已经被烤走了 所以它肯定没什么热量 外面的皮真的特别的酥脆 有点像吃那个猪油渣的味道 但它里面的胶原蛋白 又留得很合适 再加上里面的肉又有胶质 又很Q弹 最后的甜点是一份煎五层肉 我发现德国菜的重点 就是重油重盐 但是有于说 这个五层肉真的差了一点六婆 德国人就应该尝成六婆 不是广告号 今天瞬间爱上了德菜 总而言之 吃多了清淡的日料 偶尔来一顿这种重口味的 异国菜也很满足 主要也是想跟大家说 日本除了那些本土菜 这些很难理解的异国菜 也非常值得去试一下 跟朋友出来喝喝啤酒 也不输给在居酒屋里谈心 阿基推荐指数 8.5分 S.S.LECA 突然发现自己 好像很久没有吃过早饭了 主要是因为没动力 但是今天这家店 船子实在是太凶了 又到了吃早餐的日子 这么早起来的动力 还不是因为这个 米其林三星 米其林三星的早餐 那可太装逼了 你们知道拿到三星有多难吗 就像是我们这边塔被推完了 然后我们的辅助一个人去偷塔 还把对面水已经推了 好像不是很恰当 但总而言 这就是三星的店非常地少 全球范围内都很少 这个我的铺垫越来越长了 我们到门口了 不愧是京都的七大名店 他家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四百多年前你在干嘛 德川家康已经统一全国了 而你还在究竟怎么签 隔壁同学的手 早饭不长胖我们开始吧 友谊说于他们家的餐具 是真的很精致 第一个是可以拆分成 三层的葫芦器皿 第一盘里面有半熟蛋 油菜和蝉豆 还有块鱼饼 叶子包着的是未知食物 也就能塞个牙缝吧 浅尝一下 半熟蛋煮的还是不错的 蛋黄油外而内 是凝固转为糖心 还可以 口感温润甜糯 甚至像在吃布丁 再来块鱼饼 普普通通 吃一口芝麻油菜 普普通通 再来颗蝉豆 普普通通 哈哈可以这样讲吗 放屁豆 下一个 谜底揭晓 叶子里面包着两块 很小的甜雕寿丝 会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这个葫芦器皿里面的 第一碗绿色的是 清玉水晴和摩鱼豆腐 吃进去清甜脆口 第二碗是清蒸鲁鱼 里面配了海藻萝卜泥 整体味道会有些清淡 那今天哪个菜不清淡呢 第三碗是当季的食材 里面有清煮的鱼豆腐 还有鲦鱼和笋 像一个僧人早起修行 但是豆腐海带汤 而日本人的早餐标配 成都人吃到这里 感觉自己不会再快乐了 一点味道都没有 到了他们家的重点 就是这碗粥 他家最早最早 就是靠这个出名的 那个时候 很多义气在通宵之后 就会很喜欢来喝他们家的粥 久而久之就出名了 他们熬得非常的粘稠 米汤都已经熬成了奶白色 米粒都已经占开了 旁边那碗装了一碗调好的料汁 淋到汤上之后 有点味噌汤粥的感觉 再配上旁边的小菜 感觉和国内还不太一样 他们家是把菜都吃完了 才把粥给你端上来 有种为了一碗粥 过五关斩流降的感觉 出场单份出的就是这个 然后一顿下来 其实还有点贵 虽然真的非常的朴素清淡 但是却又温暖舒坦 毕竟他家是全世界 米其林三星店里面 唯一一个卖早饭的 所以如果你来了京都 还有力气起床的话 可以来试一试这家店 哇 困难我 阿基推荐指数八分 卡牙 我一直想不通一个事 水饺这么好吃的东西 日本为什么那么少 于是我就在东京搜到了这家店 要到了吃中餐的日子 他们家现在非常的有名 因为他最近上了 日本的米其林推荐吧 那么简单的概括一下 大概就是 哎 牛逼 不好意思 去国语谈了吗 啊 太好了 我跟你们也是一样 第一次吃个水饺都要预定 什么呀 就是他们家点几我的菜单 那这种武侠剧里面的厕子 真的超酷好吗 我们两个把所有饺子都点了一份 放心吧 吃得完 第一个菜棒棒鸡 那这个和我在四川吃到的 好像不太一样 红油的 辣椒呢 它像是上海味道的 棒棒鸡这样 麻将味特别浓 吃起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特香特甜 我这个川鱼味 还是想念红油香辣棒鸡 现在的减齿餐就达标了 下个菜是皮蛋豆腐 感觉好像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菜 这个好像还是一个福建的名菜 我不喝酒 我不抽烟 但是我吃皮蛋 皮蛋那股特殊的汽油香味 和滑嫩的口感 超级下饭 想起了在四川经常吃雷胶皮蛋 要是有一点折耳梗就好了 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盘饺子 煎饺 老板给它取名字叫滑饺子 摆的这种花的形状 还有我们中华的 它这个底盘煎的真的很漂亮 完美光滑的一个曲面 现在来一个原味的 什么都不沾 它这个一口下去里面是为真实爆油的 饺子的底部煎得脆脆的 其实就很像国内吃的锅贴 我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饺子的好吃 但是就是一口回到家乡的感觉 里面有香菇 葱 木耳和猪肉 就像是三鲜馅的锅贴 接下来是一盘四川风的辣油饺子 每个饺子的上面都调好了 薯油海椒和香菜 这个看着就很香 饺子一进嘴最先感受到的就是 辣子的香气 他们家的饺子皮真的很薄 里面就是最纯正的肉馅 为了突出辣油的香气 它那个辣油是饭甜的 太配饺子 一口一个 水饺太好炫了 突然好像吃中水饺了 接下来是这个 我真的头一次见 豆腐水饺 朋友说他在东北经常吃这个 所以为什么南方不吃豆腐水饺 里面还是那种水豆腐 调味是微微带一点海鲜味 辣油特别冲 有点鲜虾鱼板面的味道 里面的豆腐甚至还能感到一点弹性 对 就是那个淡淡的海鲜味 再加一点熟油 真爽 第四排是鲜菇虾仁 因为它皮很薄 你都能看到里面虾仁的形状 还是蛮大一个的 老规矩哈 第一口不蘸料 虾仁很新鲜 吃起来最坦最坦的 加上香菇的鲜味 和这个又软又热的口感 蘸个辣油香味加倍 我又想夸他们家这个辣油了 我感觉蘸那个都很好吃 就那个 接着是一笼热腾腾的蒸饺 虽然它长得有点像馄饨 虽然它进嘴那个滚烫的油 着实有点冒犯了 别人生菜包肉 我连白包饺子 最后再来个肉粽 里面包的是鸡肉 咸口的 这个和四川的是一个味儿 这还加了一点茄子 其实我今天莫名的有些感动 就是这种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老板能把它从一个小店 做到米其林推荐 而且走进他家 还有一种特别温馨的 深夜食堂感 就是感觉特别温暖 好了 阿基推荐指数 9.5分 卡巴尔 以后别再跟我提便利店的关东煮了 料包煮出来的味道 怎么能和这种熬了100年的汤比 虽然我觉得它可能就没有100年 还有些人说 在日本冬天才吃关东煮 我想说我们四川人 一夜死的就都自火锅 更何况是这种火锅衍生物 又多少吃关东煮的日子 今天我们吃的就是这家 一年前来过的大多福 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家关东煮店 去年来吃他们家也是下雨 他这个汤 据说是1915年开始 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配方 汤都是用的第二泡的 沐浴花昆高汤 废话说太多 我们开始吧 接下来请听听 关东煮为什么叫关东煮 好了 第一个菜 葱丝牛肉 其实就像金酱肉丝 挂着酱汁的牛肉 搭配适量的葱丝 和牛是甜的 酱汁也是甜的 就连这个葱丝都是甜的 这种味道也太下饭了 哇 它那个又炖得好不太 关东煮来了 第一块先来个豆腐 它是油炸锅的 里面就有很多气孔 气孔里面全部挤了汤汁 再加上一点黄芥末 据说关东煮的起源 就是煮各种豆腐 这个章鱼脚炖得非常的软弹 比起小的鱿鱼腿 还是这种章鱼脚吃起来跟Q弹 看来的锡盘都已经脱落了 磨鱼丝这是我的最爱 一定要让它多挂一点水 不得不承认 一入口就充斥着黄油的香味 它放了很多那种 就是咸咸的那种黄油 炖煮过后的焙煮就很有味道 又香又带着海鲜的鲜味 我发现他们家的菜 都会炖得特别的软烂 体验非常顺畅 不愧是我之前给过十分的店 每次在他们家都有惊喜 这个鲁蛋真的是瘸黑 我们精准地咬掉一半 慢慢咀嚼之后 好像还有些许回甜 另外一半就要再蘸一点汤 这个汤真的好新鲜啊 还有这个腐竹 新鲜到了天灵盖 这样黄芡末的白果 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吃第一口就想家了 今天他扑案的推荐给到的就是他 银杏真好吃 竹轮 观众主的老朋友了 口感像鱼排和蟹棒的结合 但它更有嚼劲 且味道更好一点 有些店还会做竹轮鸡肉 等一下今天喝得太多汤了 我就上个 接着是萝卜 我可太爱萝卜了 一口下去 整个嘴巴很难兜住里面的汤汁 观众主排名第二 最后是这个福袋 里面藏的是鸡肉和摩浴丝 总的来说这家店味道让人很舒服 是那种很老很老的酱油和豆腐熬在一块的味道 最后用一碗极品蒸蛋结束 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没吃到 下次再来 阿基推荐指数 9分 看完 提灯 最近出现了很多它的负面评价 说它是下水 但咱们说就是什么 这跟它好吃又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刻意挑了价有提灯的点 好久没有吃到过让我惊饿的烧鸟店了 真的很夸张 我打得辣吗这个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东京站 一个非常浮夸的商业区 里边其实还挺好看的 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直接在车站的里面 进来后发现是位老师傅 今天这论文了 吃鸟不长胖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小菜常驻嘉宾 毛豆在手 缺点小酒 这个前菜还挺有意思 它是先烤后蒸的鸡肉 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四川的冒烤鸭 加上一点洋葱会有点清甜的感觉 再来一口豆腐渣拌的菜根 饿了 第一个出来终于来了 鸡脖子肉 真的会有人不喜欢吃这个吗 它是鸡身上活动最多的部位 所以它会格外的嫩滑碳压 而且它的筋和肉是缠绕在一块的 都在发光 接下来是调味鸡腿肉 感觉每家店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师傅说可以加一点七味 或者一点山椒 因为这一串是酱少 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味 我发现这个鸡有个特点 就是它肉和油脂的部分平衡得很好 细嫩又不适弹性 第三段是酱烧的鸡肉丸子 师傅对它其实下了很少 一口下去 牙齿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里面的紫苏叶和脆骨 再蘸一点萝卜泥和蛋液 这样配上更甜了 它这个肉打得特别细 肉质也被保留得很充足 肉里的油水真的很 那很花账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鸡肝 如果有鸡肝选美大赛的话 它可能估计会融获第二名 它像一块打磨好的血液 吃进去的感觉也是 表皮Q弹 破开之后里面的干香 会像液体一样涌入年的口腔 它里面是流星的 最近吃到过最好的鸡肝 再吃一串烤番茄 缓一下 上面是一层厚厚的芝士 甜而不腻 而且盘子下面的芝士 番茄汁还挺好喝 接着是一盘烤的包酱豆腐 上面淋的鸡油 有点像吃肉 又有点像吃油豆腐 整个豆腐都被肉香包裹着 然后就是我们的提灯 也是我来这家店的理由 它卵巢部分的肉挂得很足 卵巢不同于别的内脏 吃起来特别的有韧劲 再加上这颗超大的爆竹 在你嘴巴里面炸开 但也没有腥味 反而是一丝清甜 口感立马丰富了 所以提灯好不好吃 我真的推荐大家自己试一下 最后一串是烤鸡翅 每次我都特别享受 牙齿穿过那层厚厚的鸡皮 再咬到肉里面 那个肉汁四溢的感觉 鸡皮焦脆 鸡肉软嫩 它经过大火烤制之后 那个皮最脆的地方像薯片也 这个烤得优秀到可以缩骨头 最后的主食是一碗青椒鸡肉末冬 太斤了 厚厚的一层肉末 再配上一块鸡肉加了青椒 而且它全都是烤的 这怎么能不算好店呢 RG推荐指数9.5分 卡玩意儿 这家店带你朋友来